存台積電現在的帳目上面 你的獲利表現是怎麼樣 我有一個戶頭成本台積 40幾塊而已 存幾年 存了超過10年 因為我是獄官 我那時候叫我們這個 這個部隊的資源醫師官說 你每個月有錢也不知道丟哪裡 我叫他每個月來5000塊台積電 那收視民過86到88年 對 我還寫在我的書裡面 可是我的那個資源醫師官都沒人理由 只有你自己乖乖做了這樣 所以是存了很久 如果你能夠買到明線一下 算你有眼光 所以我通常不會去追股票 因為沒有股票的人會追他 當有了股票之後 就會等暴跌的時候去買股票 大家好 歡迎來到就是要有錢 我是主持人小畢 我們今天要幫大家整理一個主題 我想是很多鄉民 很多的投資人他們所好奇的 也就是我們攤開來看0050 有一派死忠的粉絲 他們認為存股嘛 我就是要來存0050 可是呢 最近大家又發現了 買零股台積電 而且慢慢存慢慢存的人 比例也陸陸續續拉高了 所以現在就有兩派啦 我要來存0050呢 還是要來存台積電呢 因為等一下我們攤開相關的一個成分 就可以知道為什麼我們今天要做這個主題了 最主要我們來看一下這張表 大家就可以知道0050跟乾脆直接存一張台積電 它為什麼會有裡面這麼多的討論熱度對不對 老師這個是0050的成分表 對 我發現前十大台積電 就佔了大概快一半 沒錯 所以也就是說我買一張0050 其實相對於來講 我就買了0.5張的台積電 是這樣的意思嗎 沒錯 所以說那投資朋友看 既然台灣50一半是台積電 那你乾脆直接買整張台積電 幹嘛要配這麼多的投資組合呢 所以說在投資理財上 如果我們看實務的投資來講 以台灣50 從過往從20幾塊 漲到現在快150塊 其實就是靠台積電帶動嘛 如果沒有台積電帶動 0050不會是這個價 那既然如此的話 那最好的是因為台積電所帶動的台灣50 那直接買台積電就好 OK 所以老師我們今天好像就已經把聊天就聊完了 是不是 就告訴大家直接買台積電 但不是這樣啦 因為純0050他一定有一派的人會覺得說 第一我不想看盤 就是我不想受到盤勢的影響 今天不管是大跌也好 大漲也好 還是要動不動的好 反正我一個月呢 就是撥一筆錢 因為買一張是要短線交易嘛 那存股的人是可能是跟妳講 定時定有扣款 那請問你買0050 每個月扣5000塊 不用看盤 那為什麼每個月買5000塊 才今天要看盤呢 他會害怕 那是整張的人怕嘛 所以說可能問的人都是做整張的 可能在做比較大的進出 可是如果每個月定時定額買5000塊的人 他覺得現在價格 譬如說600塊 如果下個月跌到560 他再買可以買更多的股數嘛 所以他其實沒什麼差 真正在做這個長頭的話 還是考慮長期的報酬率 是0050比較好 還是台灣50比較好 另外在這個台積電 當然他有他的這個股價的一個波動 因為我們 如果你真的有去研究台積電 這家公司的話 你會發現過去幾年 他的高點都在低劑 特別是1月份 就跟今年剛才講的大學長 買的688 688應該是今年1月份的高點 另外去年有一個675還是673 也是12月 679也是1月 所以說為什麼會這種情況 因為整個台積電的走勢 跟科技產業的景氣非常密切 所以說因為每年的年底 他有這個耶誠旺季 所以他的出貨其實下半年會越來越旺 所以說他從這個股價 通常是在第三季開始往上拉 拉到每年大概都是第一季 因為接下來第二季有五雄六絕 所以高點我們只看到過去幾年都在第一季 所以第一季出現高點之後 所以在第一季買的人就會住套檔了 所以他還是有他的景氣循環 那等到他回檔的時候 其實我們如果有看去年的第二季 是台積電的低點 那今年現在是快第二季了 所以如果你對台積電 如果要短線交易的話 會發現他第二季很容易接近年限 又破年限 所以目前年限好像在600塊附近 所以說買在600塊其實已經算不錯 因為已經買在年限 可是如果買在600塊以下的話 我常常跟很多的這個我的朋友說 你每次買在600塊年限以下的台積電 算你有眼光 眼光獨到精準 沒錯 可是如果你在年限上 怪力兩成去買的話 你就會買到去年的670 還有今年的680 如果各位投資朋友 你真的去看那個台積電 跟他股價年限的怪力率 發現剛剛好就是兩成 就在去年跟今年的高點 不管是0050 不管是台積電 其實大家不要有要去存 他是為了賺息對不對 對 因為股票市場有兩種投資方式 一種叫價值投資 他比較看重的是殖利率 一種叫做成長性的投資 他喜歡創新 喜歡高成長的商品 比如說像台積電 他一定不會是高殖利率的股票 因為股價高 所以說股息配 因為他要把大部分的資金拿去 所以蓋場啊投資啊 所以成長股的值率通常都很低 所以投資朋友 如果你看到股價很高的股票 你在精算一些科技股 或一些成長股 他的值率通常都是在2%1%最多 那如果你看那個低價的股票 在100塊以下 甚至50塊以下股票 譬如說配個這個1塊2塊 你一算值率率5%6%8%7%很多 可是你會發現大部分這些股票 他有一個很普遍的慣性 如果你用長期的 譬如說5年跟10年的股價走勢來看 其實他永遠在那個價 老師我先問你一個問題 你自己是信奉哪一派 0050派還是台積電派 我曾經兩個都投資過 譬如說我有買過台灣50 跟買過台積電 然後兩個假設 我會看我同時間報酬 我報了兩年發現 台積電的報酬率遠勝台灣50 我就報不下去了 那時候印象中他們差了多少 我印象中好像已經差了 報了兩年都已經差了快三成了 我就覺得說報兩年 可以股價這個報酬率差三成 那報10年那就不得了啦 所以報了兩年我就覺得 不行再這樣下去了 我就把它換股了 OK 所以你就把0050這個賣掉了 對就換成台積電 就換台積電 所以其實從漲幅也可以看出來差異 對對對 像這個資料是在 3月30號台積電收盤價是600塊 那我這邊有三個時間點 第一個是因為0050是 2003年6月30號掛牌 所以我們同樣以掛牌的時候 這個都還原全值的價格來算 台灣50如果還原全值的話 2003年6月30號是24.58 台積電還低耶 對台積電是21.8 在2003年的6月30號 你還原全值是21塊 對 因為那時候台積電沒很強 台積電強是在 大概在2010年之後 突破了100塊 開始整個強起來 所以說我們看到這個 經過這麼多年的這個負利 你看台灣50塊漲了20年 漲了463% 就是扣掉你自己的一倍嘛 所以它漲了4.63倍 台積電長了 後面多了好多倍 對 它漲了26倍 也就是說如果你那時候 投資10萬塊的這個台灣50 你可能本息會變成 變成54萬6 可是如果你投資10萬塊的台積電 你會變成264萬 所以你金額如果越大定時定額的話 你就知道長期會差很多 那這邊再有個時間點 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是掛牌的時候 這個已經很多人已經沒辦法去 經過那一段了 對那已經很早的事情 那我們再看這個是2008年次級房貸的低點 那時候的台積電股價 還原權值是22.64 這差不多對不對 對 可是台灣50的股價 因為那時候是台積電股 是跌到了3995 所以說台灣50跌到了 還原權值是28.53 那到目前為止 到3月30號的漲 台灣50漲了3.85倍 台積電漲了25倍 那這個當然也很遠 那我們再看最近的 兩年前 兩年前 疫情的低點 台灣50最低跌到63.78元 這當然有還原權值啦 那他到這個3月30號 3月30號漲了1.17倍 117% 可是你看台積電 在3月19號還原權值的最低點是 226.12元 3月30號收盤是600塊 漲了1.65倍 這才差兩年而已 就已經差50%的報酬率了 老師你剛剛講那個還原權值是 對 就是股票出現出息之後 我們要把他的這個權值還原回去 才知道 如果以這個當時的價格是 我們的成本是多少 OK 就還沒有配 又把席根值還原回去 還原去你才知道 你真正的持有成本 是落在多少 OK 所以反正這樣看下來 台積電都是大勝嗎 基本上是這樣 要嘛就是小小勝利 要嘛就是 一贏就是贏個好幾倍這樣子 重點是我們看這個數字是 這兩年的差距已經差到一個是1.17倍 那台積電是1.65倍 這才兩年喔 如果你報了10年 就會變這個樣子 25倍 對25倍 2500% 對 那換個角度來想 可是很多信奉0050的人 他就是說我就是第一不想看盤 第二我不想受到這麼大的一個波動 第三有一個很大的關鍵 就是我不想要只單壓台積電 對這是目前的 對於台積單進的說法 就是這個 這個是大家擔心的 台積電業績總有停會衰退 那獲利會下滑 所以說 自己嚇自己嗎 對 這個可能也會發生 可是我們還是要有一個方法去追蹤 台積電的股價 或是他的產業哪時候會走下坡 那這邊有一個追蹤的指標 叫資本支出 因為我們如果看每一季的台積電法說 會都很重視 就是他公司所釋出的 除了展望之外 他的EPS之外 還是要看他的資本支出有多少 到底是往上調還是持平 那我們看資本支出就是公司為了維持競爭力 或是為了創造未來的營收 或利潤而購買的新資產 包括了投資固定資產獨地 像台積電最近在蓋廠房 在南部房地皮都炒起來 對 還有機器設備的投入 或是無形資產如專利或智慧財產權 加總起來這些 這些支出就是資本支出 因為從資本支出跟台積電的股價就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兩個算是跟著一起走的對不對 沒錯 也就是資本支出如果平平的話 其實他的股價也平平 但當他的資本支出開始往上竄的時候 他的股價也開始往上走 沒錯這張圖是2006年到這個2022年 台積電的資本支出 今年預估是400到450 在第一季的法售會有公佈 那4月也要再舉辦法售會 來看公司有沒有新的說法 那我們看資本支出是這一條藍色的線 那我們如果看到藍色線可以看到 他在這個在2006年到2011年的話 各位都看都是在24 18到26億 在這邊往上跳 在2011年往上跳到2014年 那如果你去看台積電的股價 其實就是在這邊突破了100塊 一直往上拉出去的一波 拉了一大波拉到了大概200多塊 然後呢在這個 然後在2015年開始就是在這個 資本支出在100億美元上下 他到這個2019年才往上突破 往上資本支出一直跳到400億 所以主要是高密度的運算 還有一些5G啊 還有一些這個科技的應用 越來越需要晶片 所以台積電的這個過去三年 進入一個高速成長的狀態 所以我們相信以台積的股價 我們看他的股價走勢協率就非常高 對很陡欸 對很陡 所以說如果台積電 今年的資本支出是400到440億 去年是300億喔 300億美金 那其實你可以預見的 其實台積電在未來幾年的獲利 會水漲船高 我要當那個0050信奉派的粉絲 來跟老師挑戰一下了 就是我們剛剛說 單壓台積電會不會有風險 有風險 只是說可能近一兩年 可以不用太過擔心嗎 因為三星也還沒追上來 目前的話還是整個金圓代工的龍頭 但第二個問題就是 老師可是我買0050 我有其他49檔的成分股啊 至少如果台積電走下坡溜滑梯 我其他可以hold住嗎 可是老師也要打臉這樣的說法 沒錯 因為我們知道台積電是這個 金圓代工的最上游 是龍頭 所以說很多的科技產用到晶片 然後他會下降給台積電 那台積電營收衰退代表什麼意思 其他也衰退了 就代表其他的電子股 應該他的獲利會比台積電更慘 所以說台積電不好 那其他會比台積電好嗎 就會更差了嘛 那台積電不好的話 也代表可能景氣往下摔 那傳產業股包括了金融股 包括了這些傳統產業股 難道就會好嗎 所以當台積電不好的時候 其實不是說這個台積電不好的時候 其他會好 就是台積電一不好 全部都不太好 150跟台積電你都有存過 然後你的報酬一比較發現差很多 所以你才轉全部都壓台積電 老師是有做過自己的實驗 所以他才敢這樣說 可是我想要存0050一定還有一P死中的粉絲 他一定也是從這邊獲得了一些報酬 而且他覺得是比較穩健的 所以這個結論兩邊都剩什麼意思 就是說如果你的個性 你不喜歡單壓一檔個股 因為不是每個人壓一檔個股都會睡著著覺的 所以你的個性比較保守的人 那0050確實他有分散風險 因為他分散到50檔股票 雖然台積電還是占一半的全值 可是另外一半是在四次九檔股票 幫你分散了風險 所以如果你要分散風險 你才睡著著覺的話 0050確實有這個效果 可是如果你要求長期報酬率的話 這個長期多長 一兩年就可以見效嗎 一兩年 一兩年就是剛才講的時候 可能只差個三五成的報酬率 可是如果你要存股 不是為了一兩年說我想存退休金 譬如說我現在是30歲 我想存50歲的退休金 那個就大概就不會選0050 你會一定選台積電 因為擺了二十年報酬率會差非常多 因為剛才看說從這個差了 從四倍多 那台積電漲了二十幾倍 所以0050可能一二十年只能賺幾倍 台積電可以賺幾十倍 所以未來的世界來講就是說 如果你要追求長期報酬率的話 台積電目前至少目前還沒有什麼大問題 他還在高速的成長 那這邊說就是予以雄短不可見得 就是你不能要分散風險 你要求高報酬率 所以你就選兩種懸疑 就是如果你是要選這個分散風險 就台灣50勝 那如果你要追求報酬率 你可能就彈押台積電 不管是小資族還是我想要存退休金 甚至現在有退休的人是已經在看我們影片 老師如果退休再來存台積電 第一個還來得及嗎 存0050來得及嗎 投資任何時候都來得及 永遠不嫌晚 沒錯 好我們先解答這個你隨時存隨時OK 第二個問題是如果我是小資族 我一般上班族 我一個月就只有1萬塊的扣打 可以來去存股 那我現在是應該要把這1萬塊拿去存 台積電 存0050 還是說我把這1萬塊分成5千5千 我存0050存台積電 老師剛剛的說法就是 予以雄長不能兼得 對 我不能兩個都存 也可以啊兩個都存的話 我是鼓勵各位投資朋友 如果你怕的話兩個都存 你存了三年之後你就知道哪個很強的 你就會調整 這跟我的經驗一樣 存了三年發覺台積電報酬率這麼好 台灣50差那麼多 你就自己就 那邊就停止扣款了 對 就全部壓某一檔 也許我看錯了是0050更強也不 也說不定啦 所以你籌資了三年之後 你扣款三年 報酬率馬上知道哪邊好 OK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0050現在大概就是140左右 台積電我們就抓他600好了 老師這個我用一樣的錢存0050 我比較快存到一張啊 台積電600塊要60萬一張 我要存好久好久好久 那我如果要拼一張的話 有這個迷思的話 我好像存0050比較快 老師是覺得就算是零股也沒 也無所謂 對因為你要看的是總市值 不是那個整張嗎 因為就算你存到了0051張 你接下來還是買零股 就變可能1100股 1200股1300股還是零股啊 所以你要看的是那個帳戶的總市值 不是看他到底幾股 接下來你想要知道什麼樣的主題 還有你想要知道什麼樣的訊息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區 來多多的做留言 今天非常感謝老師 那大家有任何問題的話呢 記得按讚訂閱還要開啟小鈴鐺 我們先來看一段工商服務 現在疫情其實讓大家還是有點擔心 不管你是在家裡頭 有客人來或者是你外出用餐 好現在可以看到像是這個呢 是我們的水神的部分 那當然就是這樣子噴是蠻方便的 那如果說你是個人防疫啊 環境防疫整個環境整個空氣一次搞定 如果是做生意的話 可能這個營業場所比較大 客人進行出出 或者像是一些幼兒園啦 安親班啦 餐飲店等等等等 好工廠學校銀行等等 甚至教會公廟需要長時間 你倒保持一個消毒的狀態 所以你的防疫用量當然也會比較大 這個時候我們提供給大家 推進給您看到這一台就是 能夠及時補充抗菌液的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機 那麼這一台的水神生成機呢 讓防疫變得更方便更安心 它大概就是一個飲水機的大小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前面這一台 那你放在桌上啦 放在店面放在家裡 其實都不會太佔空間 而且三分鐘可以生成有四公升的水神 那麼一瓶的電解液呢 可以生成兩百公升的水神 完全讓你能夠應援客人 員工整個空氣的需求 比買單瓶更方便 同時也更加的實用 結果日本教授直接家裡頭 就裝了這一台的機器 當成日常的清潔液 不傷害環境 而且一天你用兩百次都沒有問題的 比酒精啦 比漂白水更加的環保 那所以呢 水神幫助大家保護自己 保護家人 保護客人 保護商機 現在如果你要購買 旺旺水神生成機 中天新聞的觀眾 是有獨家的好康 一樣趕快掃描我們的快點購 如果你是在青春期間 來下單購買水神的生成機 我們加送價值五千九百六十元的 水神霧化器 就在旁邊可以看到這台霧化器 非常有質感 這個白色的一個設計 還有電解液四平 數量有限 請大家要買要快 居家防疫超級好幫手 快上網搜尋快點購 訂購旺旺水神生成機 或撥打中天訂購客服專線 0800660608 中天觀眾獨家享有好康優惠喔 輸入張雅婷推薦代碼 CTI999 還另外享有折價優惠喔